我有一段情有幻想归酒蒙古里 我有一段爱楼宽上将前世印记 一成天气一成雨 我如昔平天遮罪 今天又来到了东宁古文大吉 让大家来逛一逛地摊 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东西 咱们看看这个餐位 这个餐位主要咱们所说卖老窑的 基本上老窑就是属于半瓷半桃这种状态 主要是山西窑口 所以咱们山正窑口 这个有的人一部分常有的 比较喜欢这种老窑 我们看看这是几斤酱柚的 这是酱柚 有黑酱 这个也是酱柚的 像这种东西价格都不是很高 但是呢 很古朴啊 看这些造型啊 古朴 小罐 这小罐怎么卖啊 比160块一样 160块价格不贵 这个呢 是整个都是卖青花提栏盘的 有一个摊 全是青花提栏盘 没全品 都没全品 碎沾了 这是碎沾的 这个呢是有冲线了 看着像是好的 都是有毛用的 有冲线 都是有毛用的 现在就是想找完整的 没冲线的 是比较少的 这两个要搞直播的 咱们好多搞直播的都带户 但是那好多搞直播的呢 都不懂 你那个五轮的贵啊 这个呢拍是少宝的一个壶 盖子呢 是有 好的一会儿 你那个水盐盆一会儿发吧 这壶怎么卖 一枪 这盖儿有瘦 骨头有瘦 刚才直播今晚不是比较 吃路的东西还是价格比较高的 盖丸也是有毛病的 有沾 能看这个腾 大喜子罐挺漂亮的 这四喜啊 这四喜罐怎么卖 这怎么卖 三千 大四喜盖 四喜罐 盖子有个磕 这比较 比较好 三千块钱 价格也也算合理吧 当然价格2500 应该没问题 这有个瘦子盘 看上去瘦子盘 瘦子盘 二十五个左右 六千块 要是没有磕就好了 没有那一小小磕 还是可以看看价格 在地摊上要买个完整的 比较难一些 大家看这个小磕 这小磕大家说是养的 是新的 我们看一下 其实一看这青花跟用面 这个东西是个新的 不过有点特点 室文碑 现在室文碑市场上很火 我有一段鸣花鹿 回到梦里 我有一段鸣花鹿 我有一段鸣花鹿